無線籌款節目《慈善聲輝人際夜》 將於下月四日舉行 大會司儀陳貝儀丁子朗 表演嘉賓李佳琛 連詩雅霍威廉等都有現身記者會 連詩雅透露當晚就會唱新歌 問到聖誕節怎樣過 她就說這個聖誕就想簡單度過 在家裡添置了一棵粉紅色的聖誕樹 想要幫家裡增添歡樂的氣氛 問到男友會不會送上驚喜 她就說 其實我們不用… 我們不用搞那麼多東西的 都是那句 如果兩個人開心就天天都開心 那你都不知道有到時有驚喜在你身上嗎 都是的 其實我都喜歡驚喜 但我講的那種驚喜是 其實你寫一封很有意義的卡給我 親手寫 不是電腦打出來 或者不要是E-mail那些E-card 聖誕卡那些嗎 聖誕卡 總之要手寫 因為其實現在很少人手寫 我說如果你用一些時間 用一些心思寫一些 適合聽的說話 我覺得已經很夠了 平坦這個聖誕禮物也很簡單 寫幾隻字 人大了容易滿足了 好朋友 好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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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